为了要照顾弱势加户的物资需求 万里区长希望能够为区内有需要的加户争取定期的物资领取 从以往的不定期可能是每季或有一次的物资发放 改成每个月都有物资可以提供给弱势族群 而这个月由社会人文课募集到来自社会的善心 从苹果、白米、罐头到面条都有 希望让弱势加户的日常必需品可以不予匮乏 我们现在很感谢各地像今天总共有四家我们的热心工艺的团体 包含我们金山财神亮、无极奉天宫、旅旗建设跟淮恩圣地 提供了我们有白米、泡面、面条还有很多罐头 目前今天总共有发放给450户的低收跟独居长者还有弱势的部分 那未来的话呢我们积极跟我们的热心工艺的团体来去做争取了以后呢 我们每月都有发放这些物资给我们的弱势团体 这次由来自金山财神庙慈善会、无极奉天宫、淮恩圣地 以及与其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民间单位积极捐赠大量的物资 共计由450户的家户来受惠 而未来设文客也会逐一的评估各家户的物资需求状况 尽可能的每月发放物资 万里区公所的期盼透过每次的物资发放活动凝聚关怀的力量 让社会看到身处偏向的万里区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并换其更多社会善心人士陪伴弱势家庭 走过低谷、内境向上 计较平函、万里采访报道